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各位老朋友考拉 欢迎观看本期的《莫里说生活》 上月下寒是比较常见的体质 就有这种体质的人呢 之前会出现口肛舌燥 口香溃疡 口舌身穿等上浮的情况 但双脚还会出现冰凉凉的情况 尤其是膝盖的位置 会有很怕冷 这是怎么回事呢 肾阳是一身阳气的根 它被称为命门之火 如果阳气过虚 上浮消散 那就会出现上火的情况 但如果你使用下火的药 症状会更明显 下肢会更加的冷 所以想要调理上热下寒 就要疏通中焦 引火归原 那怎样做呢 第一 经济独立 一只脚站着 一只脚抬着 坚持3到5分钟 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时间 那这样身体的能量会向下移动 让心火往下行 焦于胜水 从而达到引火归原的情况 第二 柔腹 每天坚持暗柔腹部 能够帮助疏通中焦 促进细血的运行 上下通合 身轻降灼 帮助改善上热下寒 第三 泡茶 可以试着用肉柜泡茶 肉柜有着补火助养的作用 装补命门之火 还能够帮助去除下焦的寒气 有着引火归原的作用 可以试着用肉柜搭配 杀人 烂竹液 橘皮 小茴香等多种药材 送用从茶包 泡茶饮用 帮助改善 上热下寒的问题 但时间后手脚不冷了 不上火 身体舒服又健康 但孕妇不适合使用 好了 今天的这期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谢谢关注